好 再来看到好久不见的方方方呢 嫁为人妇淡出演艺圈15年 这一次要回台湾跟曾国成来搭档主持金钟奖 方方方说压力真的很大 还一边加紧运动瘦身已经瘦了三公斤了 而另外一位星光大道的主持人杨千佩 特别送上了柚子 让方方方感受到家乡浓浓的中秋味 已经淡出演艺圈15年的方方方 今天一身白色的运动装扮 杀球发球一副架势十足 为的就是要为金钟奖提前斗身 平常那个羽毛球大概一个礼拜 就只有打一场到两场 那真正为金钟在减肥的时候 就一个礼拜打了三场 特地为了金钟奖打羽毛球加强运动 另外一位也是金钟奖星光大道的主持人杨千佩 还特地在中秋佳节送上柚子给方方姐 方方姐又说想减肥 其实柚子文旦的甜度虽然很高 但其实她的热量并不高 所以我想说又可以帮助消化 然后可以整顿我们的肠胃 然后又可以减肥 十多年前就已经主持过金钟奖的方方方 她自己坦诚说 十多年后再度接手金钟主持棒 压力还是非常的大 但她透露一定会有完美的体态 呈现在观众面前 当然也已经跟郑国成讨论过 许多金钟奖的桥段 到时候一定会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 中年新闻杨神仲薛文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